众所周知,出入职场的我们播出后,就迅速霸占了热搜,嘉宾选角可谓是神仙阵容,董明珠,张翰担任老板,岳云鹏,余朦龙等组成职场观察团。 节目不仅贴近现实,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群逆风前行,内心坚韧的优秀青年,以及在艰辛打拼之外,值得珍视的人间温情,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强烈反响,而最近董明珠跟岳云鹏火了。 近日,岳云鹏在宣传出入职场的我们时,他表示,节目呈现了六名九五后求职者,从十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过程,先有付出,才会有收获,专业对口未必齐开得胜,实操经验同样重要。 不过,说起节目中最亮的仔,当属董明珠,企业家董明珠化身面试官,一开始就展露出雷厉风行的作风,让人是倍感压力,哈哈哈哈。 随后,岳云鹏透露道,前两天,董总还调侃我赚的钱,没郭麒麟赚得多吧,还说换一个台就是郭麒麟,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公司面试,对此,我是拒绝的,这也是让大家好奇。 而岳云鹏解释道,我说郭麒麟是一个把钱看得比命重要的人,打工人要的就是一份公平,哈哈哈哈,这回答也是让大家笑翻,不可否认,邀请岳云鹏,显然就是为了活跃气氛, 不过没想到,她与董明珠之间,竟然产生了不少化学反应,让节目变得更有看点了,我们也期待小月月在接下来节目中的更多精彩表现。